台湾丹子面餐饮集团为了要让长期在海外努力打拼的台商与侨胞 能够品尝到总统级的精致美食 特别临派了餐饮顾问 同时也是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 访美期间的随行御厨林炳章 到台北101顶先餐厅的马尼拉分店 现场指导及展现厨艺 还举办了一场美食品尝会 源自有近六十年历史 华西街台南淡子面餐饮集团的台北101顶先餐厅 二月份进驻马尼拉至今 深受当地台商以及非国政商名流的喜爱 这次业者更邀请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 访美期间随行御厨林炳章前来 展现中西合璧的料理方式 我这一次就是因为老板我们淡子面的那个体系 他因为在跨海来这个马尼拉这里开一家淡子面 然后老板说给我主事 但是给我来这里看一下 给他教一点他比较有希望的口味 跟中餐套进去这样 我的大部分的任务是今天就是来这 品尝会当天包括驻飞代表处 新闻组长庄正安 秘书潘志云 菲律宾台商总会副总会长李承正 副秘书长刘东复及求委员 齐伟能等人都是座上宾 大家细细品味美到佳肴的美味 不论是法式鹅干南瓜汤 顶先招牌开胃前菜 德国猪脚佐马铃薯芥末酱 或是流露浓浓家乡味的福林小香粽 都充分满足贵宾们的味蕾 也品尝到台湾的美食创意特色 因为台湾本身的口味就是不是太咸 不是太甜不是太酸 一般现在大概进步的国家 菲律宾也是属于一个进步中的国家 所以它在口味上它已经偏向于比较养生 比较清淡 那本身我们是走高级海鲜的一个路线 所以本身清淡就是我们主要的一个诉求 清淡跟新鲜都是原汁原味 所以本地的华侨跟这些菲律宾 他们接受度其实是很高的 我特别觉得说 这是我们台湾非常精致的一个软文化 软实力 然后透过饮食文化呢 可以把整个台湾很了不起的饮食精髓 特别是它后面扮演的一个文化 带到菲律宾来 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文化交流 笔咒台北101摩天大楼86楼旗舰总店高威格 墙壁上孔雀羽毛手工制作的壁画 餐具采用英国皇室御用 古词刀叉和德国高级水晶杯的 给人金碧辉煌又不是典雅的气息 现在再加上有钱预出的加持 业者也希望展现台湾饮食文化的雄厚实力 台湾关店是王永鲜菲律宾 巴朗尼亚魁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